大家好,我是阿玉 做包子有技巧 怎样才能做出洁白柔软的包子 跟我一起来看一下吧 准备把粉条丢进水锅里面 用筷子将它摊平,开火 水开之后煮2-3分钟左右 用手指能够轻松夹断 然后将它过滤放一旁备用 准备把韭菜去掉根部 稍微切长一点 可以避免根部的农药残留 然后将它切成小段 切好的韭菜放进大碗中 先往里面淋上一点芝麻香油 然后再加入一点小苏打 用筷子搅拌均匀 放凉的粉条放在案板上面 用刀将它切成小段 切小一点可以方便包置 切好之后放入大碗中 锅烧热,加入一点食用油 下入两勺的豆瓣酱 翻炒一下,炒出红油,关火 再加入一勺生抽 再加入适量的花椒粉 加入适量的鸡精 然后再加一点白糖 再撒加一点食盐 将它翻炒均匀 然后倒进粉丝里面 用筷子将它搅拌均匀 看它的颜色不够红亮 然后再加了一点老抽 拌匀之后就是这样的 再准备三颗的酵母 一小勺的白糖 加入160克不烫手的温水 用筷子将酵母给化开 再准备300克的普通面粉 用化好的酵母水和面 边倒边搅 搅成这种絮状 然后下手揉面 揉面的时候 手上不要带水 干手下去揉面 才不会粘 看 接着揉 将它揉成一个面团 这个时候面团不好光滑 因为面筋还没有形成 就已经断裂 你可以将它盖上 醒10分钟再来揉面 也可以像我一样 将它移到案板上面 用手掌 两边的手掌力度 来回来揉搓 搓的幅度稍微大一点 这样很轻松 就能将面团揉得非常的光滑 看 这是两到三分钟的样子 已经变得非常的光滑 在案板上面撒一点干面粉 将面团搓成长条 然后下成小剂子 下剂子的时候 用两个手的虎口对拉 一前一后 一前一后 按板上面撒一点干面粉 切面朝上 按扁 用擀面杖 将它擀成中间厚 边缘薄的包纸皮 这样的话不容易破底 这样的话不容易破底 另外一个手往前面不停地走 因为这种馅料比较散 所以要用大拇指将馅料不时地整理一下 最后收口 再给它整理一下 一个包子就包好了 擀进蒸笼里面 盖上盖子发酵 发酵好的包子 能够看出来颜色变白 体积明显长大 水开之后上笼 大火 蒸13分钟 关火之后 焖一分钟 开盖 这样我们洁白 又柔软的包子 就做好啦 想要做出来的包子 光滑又洁白 面一定要揉透 特别是现在气温 包子不要醒得太老 太老的话颜色会发黑 看一下 是不是非常的有食欲 韭菜里面加一点小苏打 可以保证它的翠绿 蒸出来的韭菜也不发黄 口感一点都不差 感兴趣的朋友 一定要试着做一下 最后感谢你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点赞 转发 加收藏 我是阿月 拜拜